字幕提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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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邊董 那明天呢就是台服的這個夢月之島推出的時間啦 那相信還有很多朋友呢 你可能還對這個夢月之島 它上面是怎麼樣的這個狀況還不了解喔 所以呢這個影片我們就趕快幫大家惡補一下 這個夢月之島呢它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設定喔 那麼首先呢它有一些什麼進入等級 這個基本上就是70級以上就可以進去 那進去的時間呢就是禮拜六凌晨的0.00分就可以進去了 然後一直到禮拜天的24點算是23.59 那它的Hard Time時間呢是在禮拜天的下午4點到5點的這個 跟那個拉洞都一樣 所以它整個來說呢它就是跟拉洞是一樣的設定就對了 那傳送費用是10萬的金幣 那進去裡面它都是一般區 所以如果你被人家打死的話 這個是會掉經驗值會掉趴數的 這個大家留意一下 好再來很重要就是 它這個進去的時候呢它會分組喔 就是你進到這個地圖裡面 就是在這個夢月之島的時候 你會根據職業來分組進去 你不會看到不是你組別的這個職業喔 譬如說畫面上這個來講好了 好這個第一組呢就是只有騎士王族跟黑妖 好那第二組呢就是聖劍狂戰跟暗奇 好那以此類推其他的都是照這個 那法師呢就只有自己一組這樣 所以呢如果說你想要 譬如說跟你的隊友跟你的盟友 一起進到同一間的話 只要是不同職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這個分組的可玩性呢也會讓這個副本 算是讓大家有一個蠻特別的一個體驗喔 大家自己進去看看就知道了 這個基本上我覺得配得不錯喔 譬如說像狂戰士來講好了 它旁邊配的是這個暗奇跟聖劍喔 這幾個職業欸目前來講其實都偏少喔 而且這裡面比較偏PVP的職業呢是狂戰士 其他兩個嗯大家都知道的喔 那法師不用說嘛 那這三個職業欸雷神跟死神喔 這裡就比較容易互歐喔 那第一組呢這個騎士應該是獨當一面吧 其他兩個職業基本上也是算稀有 那妖精跟槍手呢只好兩邊互殺啦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它的地圖分布喔 大家注意看一下喔 大地圖呢分成了四個屬性喔 風水火地這樣子 左邊這裡是水右邊是火 中間是地下面是風 不過要留意一下喔 它這個地圖上啊 它現在這邊還有橋對不對 韓版後來改版之後這些橋全部都拔掉了 好全部都拔掉了 你現在看到這些橋全部都沒有 也就是說呢這些島在台版開放的時候 應該是各自獨立的 你沒有辦法進到水區裡面 但是用走的走到火區不行喔 你一定要回到它的一個大廳之後 再透過傳送的方式 傳到你進去這個區域 那在這邊提醒一下喔 在大廳的時候是不分職業的 只有進來這裡的時候 它才會把它做一個職業的區分 所以呢 你要進來哪邊 就在外面就要選清楚這樣子 那值得一提的是喔 它會有出現這個 算是夢夜的這個時間喔 那它這個夢夜呢 就是在它推出的時間 每個小時的30到59分的時間 它會出現這一隻 那如果你把它幹掉之後呢 這個是要呼喚的喔 你要去這個村莊裡面買一個聖水 然後呢 時間到的時候 你到它的傳點 去叫它出來 那把它幹掉之後 它就會出現各個這個屬性區 它代表的這個BOSS這樣子 那會在哪裡出現呢 大家把這個地方記起來 水區在這裡 這個是土區 土區在這 風區的在這 火區的在這邊 它都有一個固定的地點 到時候呢 大家就到這邊去等就對了 那這些BOSS呢 它除了會掉落 比較高的這個 譬如說屬性石啊 比較好的東西之外 它還會去掉落 它專屬的這個卡片 譬如說呢 這個伊瓦的話 它就會掉伊瓦的分身嘛 那這個是帕格利歐 它就會掉 就是依此類推啦 這樣子 那講到這邊呢 當然也是要再特別強調一下 它的這個屬性的精攻系統啦 好在這裡面 打到的這個屬性石呢 我們都可以拿去製作 各個屬性石的這個 精攻強化卷軸 那這個強化卷軸呢 就是非常重要喔 你可以在未來的時候 你去不同的地方打怪 都可以透過這個強化卷軸 把你的武器附加更多的屬性 然後呢 增加更多的傷害 以及屬性暴擊 那我們這邊呢 用韓版來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呢 因為要製作這個東西 必須要10顆 這個屬性石才能製作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韓版現在的物價變怎麼樣 好我們從這邊來看喔 這個是目前交易所的這個狀況喔 它4種屬性石呢 目前的價格差不多都在100鑽左右 不過因為韓版他們到現在 已經推出了第4個月了 3、4個月左右 所以這個價格算是慢慢趨緩 不過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喔 這個火屬性的石頭 跟水屬性的石頭 他們兩個算是所有石頭裡面 價格最高的 當然啦 這個原因是怎麼樣 目前也還不清楚 它的數量呢 其實也都沒有非常的多喔 那這樣子換算起來的話 我們製作一張這個屬性金弓卷軸 大概就要花到1300鑽左右 所以算是相當的不便宜 那當然啦 這個只是韓服的一個價格 台服剛開始的時候呢 絕對是不會這麼便宜喔 你可以看一下韓服的曾經賣的價格喔 有些賣到170喔 甚至之前的還有一些賣到有200多的喔 這個都只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喔 130 這個之前都很貴 那台服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一定也是很貴 不過最後的話 台服的價格應該會比較低 因為台服的工作是比較多一點喔 所以我們價格應該會再低一點 可是要等大家 這個至少都衝過了之後 才會有這個可能性喔 不過韓服他們現在的這個祝福選擇 也跌到蠻低了喔 到120喔 甚至比台服啊 比台服都還要來的低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之前最高價是200多 好那麼說到這邊呢 當然啦 這個屬性金弓卷軸 我們之前已經有一些影片來跟大家講過 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對吧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跟大家講一下 屬性金弓卷軸 我們強化屬性之後 要到哪邊去呢 才可以打到對應的怪物 而且它的效益是不錯的喔 來 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 如果你強化的是水屬性的話 那麼你去魔族之地的部分地區 這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或者是妖身的全部怪物 或者是黑暗修煉地間13樓的白天 凝固的熔岩地帶 火窟 包括烈焰地間 還有奧塔的三樓 這些地方呢 都對這個水屬性 有非常好的這個打擊效果 再來地屬性呢 古代巨人墓穴 暗影神殿風龍窟 還有黑暗修煉地間的13樓的晚上 那奧塔的2469 這些樓層呢也是不錯的喔 再來火屬性呢 你可以用在這個崩壞雪壁 艾斯卡洛斯的12船 就是你一開始喔 從這個大廳進去的那個船點 還有魔族之地部分的怪物 以及黑暗修煉地間24樓的晚上 還有奧塔8樓都是不錯 那再來風屬性呢 你可以在信念之塔2樓 古龍聖地 黑暗修煉地間24樓的白天 還有黃昏山脈 以及奧曼之塔的150樓 這些地方呢 你用風屬性基本上就是沒有錯啦 那當然遊戲裡面的地圖非常多喔 我列出這些了 基本上第一個是高等圖 好那第二個呢 是它的屬性 比較單一性的這個地圖 就是怪物的這個弱點屬性喔 比較多 那我就沒有把它特別去把它列進來喔 那這些呢 就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就等到晚上 凌晨開放這個系統的時候呢 我們會再實況 然後來直播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是邊董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那這個網頁在大部題上面都可以看到 好歡迎大家進來看一下 掰掰 訂閱 訂閱 喔 掰掰 喔 喔